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特别在节目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下 从上个礼拜五下午欧洲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导致于在上个礼拜五的欧洲跟美国市场的重挫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其实基本上在IHS的Market 它是公布了相关的PMI的采购进行的指数 包含像是欧元区 它是持续的下滑到51.3 这个绿色的线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持续的往下掉 另外我们看到在欧元区的经济火车头 德国股市 德国的部分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在德国的部分也是出现持续性的往下跌的一个发展 而且它是跌破了50的景气融空线 只要在50以下基本上就是进入到经济衰退的一个景气 所以它是创下了近6年的低位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部分 美国三月份的PMI采购进行指数 其实基本上也是从二月份的55.5 持续的降到六个月的低点来到54.3 所以其实在经济基本面数据 开始出现快速度往下崩盘的过程当中 当然从欧洲一路的延烧到美国市场当中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我们帮大家看一下 其实今天最重要 在最近的一个关键表态上面就是要看美元 那美元指数现在在过去的这两天当中 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 那强势的反弹之后呢 目前它还是维持在盘头的格局 如果说这个超过一年的上升趋势线 它就跌破 那么今年的弱势美元就变常态 那一旦弱势美元变常态 少不了资金会从美国股市流出 另外大家会觉得说流出之后呢 那到底会流到哪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张 那美国股市流出流到哪里 各位看一下 美国十年期共产殖利率已经创下了 最近这一波以来的新低点 那代表什么 债券价格往上攀升 债券价格它是往上攀升 代表市场上避险需求大幅度增加 所以它是从股市转债市的资金出现了 那为什么 那不是流出市场 没错 不是流出美国市场吗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美元还没转落 所以它是在美国 钱还是在美国 对 在美元资产里面去做挪动 那从股市挪移到债市当中 那另外股市为什么会跌 其实大家都觉得反映经济数据 其实不是 它应该是反映筹码面 过去我们讲过在今年以来 企业标普500大企业的 这个库长股的回购力道 还是持续存在 那么绿色这条线 比较浅一点点 S&P500其实跟这条红色线的企业回购槽的 这个买超的力道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这一两天开始出现转弱的发展 所以呢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的下跌 它在反映的是 因为美国要接近到超级财报州 每一次在超级财报州的这段期间当中 企业是不可以买库长股 如果它在这个财报州去买库长股 是不是有一点内线交易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这个库长股购买力道下滑的过程当中 S&P上个礼拜有跟我们讲到 美股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 买盘减弱了 那卖盘增加 那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K线图 在道琼公会指数的部分 好 没关系 从结构图来看也可以 虽然是一片的满江 代表是全面下重挫 这个亚马逊跌了3% 苹果也跌超过两个百分点 那微软也开始高档起跌 另外我们觉得 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跟经济还证有关 等一下回到上一张 等一下 这跌的都是 跌的都是很重要的科技 没错 你看板块越大 代表占卷值越重 另外金融板块这个 是比较重要 它是领先 美股一天就已经开始先跌了 我们上次画在画这区 这个JP Morgan 富国银行 这个美国银行 City Bank 全部都是领先美国股市 一天就先跌了 先跌完之后 美国股市才跌 所以其实金融股的走势 是未来美国股市 会不会续跌的一个关键 因为现在全球 步入到负利率的环境当中 对于金融体系来讲 它是比较危险 那回到整个K线图 我们去做观察 我们还是帮大家画 这个叫做盘头区 还没破井线而已 所以接下来的美国股市 就很重要 如果它可以守得住 这条上升轨道线 基本上就是高档横盘整理 那如果一旦跌破 当然回撤前波低一点的机会 就增加 另外在科技类股的部分 它守前波高点 如果说真的一旦 进一步的跌到这下面来 月线以下就是假突破 那假突破呢 就很有可能会回撤的幅度 比较深一点点 另外我们看到 在废半指数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叫高档吞噬线 一样守前波高点 如果这个跌破 一样半导体今年 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点 所以其实从整个美国股市来看 高科技产业也开始出现 高档的一个吞噬的发展 那另外金融股市 比较偏弱势的形态 那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的台北股市 观察重点还是在 半导体产业跟金融的 对金融股的一个表现 会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照这个美股 这个前昨天 这个周末的跌势来看 今天可能极大全资股 真的要特别小心了 没错 不过其实今天你翻开盘面上 其实今天的台北股市 早报上来说 其实都还是蛮多 是正面消息的 看起来好像台北股市 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 首先先要来关心到了 就在整体的总金盘面上来看 现在市场是告诉大家 全球股市有五大事件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五大事件 我们稍后一一来解析 不过就台北股市来说 目前台积电 毕竟它还是领衔的 在整个位阶上 那当然今天会不会出现变化 不知道 因为在科技股当中 美股市跌得比较重的 在周末 那如果今天台积电 跟着走跌 那当然台北股市 你说这个回补大事 是不是已经走完了 这个危机要怎么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球股市的五件大事 那当然我们先帮大家讲一下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这个28号要开始 这个第八轮的磋商 那再来就是 美国总统川普的通俄门报告 也在这个礼拜 会出 这个报告会出炉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欧美的央行官员 分别会在市场上 会有一些演讲 会针对于未来 他们的利率决策 有一些这个表态的一个说法 所以其实是市场上 关注的焦点 另外美国经济数据 不乐观众 我们刚刚看过 PMI 那接下来可能要公布的 就是ISM制造业指数 那么这个是美国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数 我们可以观察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他公布的新订单 第二个就是他库存水位 这是先提醒大家 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 帮大家做掌握 那另外就是在市 这个最近 今天市场上 大家在讨论这个 所谓利率倒挂的问题 那利率倒挂 是已经正式成型 那么一般来说 利率倒挂出现 代表的是未来的经济景气 的确有衰退的一个危机 那么我想 经济景气的衰退 对于美国市场来说 大家还不用那么担心 大家还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 特别跟大家讲 其实在去年度 美国的经济景气 它是属于前高后低 在CPI的部分 前高后低的部分 就是基期的对照 所以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要面对的是后低 去年是后低 所以它的基期比较低 CPI很有可能 就会开始出现正成长 那么在市场上 现阶段所看到的 所有的经济不景气 经济衰退的疑虑 又会开始消退 甚至到那个时候 FED很有可能 会释出一些相关的 升息的讯号 所以其实在这五大事件当中 其实包含像是同二门 到目前为止 这个川普的报告 今天有进入最新报告了吗 没什么疑虑了 对他自己来讲 他觉得信心满满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抓不到我的小辫子 虽然我是戴假发之类的 所以看起来全球股市的五大事件 还算是正面 还算是 没有出现警讯 基本上他的警讯会是在于 会是在于这个经济数据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会比较属于 前期去预估下半年 那预估下半年 基本上我们认为 FED的利率决策 很有可能在上半年会 是一个偏宽松 然后在上半年 美国的经济景气 见到短线的谷底之后 到了下半年 会开始全面的走扬 那台股怎么看 如果照这样讲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一旦 回到台股 到台北股市来说的话 那就最近来看 顺着美国股市的回档 去进行一些回档修正的调整 那么会是对于一般 比较属于波段操作的投资人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上策机会 这是一定 所以其实台北股市在这一波 如果顺势回档修正 我们看的最基本的 就是回到12月3号的 这个高点的位置 那大概就是 在台北股市的一个颈线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K线好了 大概就在这边 那我们把这个线画出来 这个位大概是多少 这边是位在1万 差不多还是在1万之上 大概就是在万点之上 大概是OK 那如果说回到 最深回到颈线的附近 应该是会有撑 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些 成交量可以撑得住 这也是600点的上下了 应该是还OK 但是这一波回档修正 看起来点数好像没有很多 但实际上对个股来讲 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 特别提醒大家 你涨多的人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在最近这个礼拜 我们就一直在提醒大家 你要记得要先走 获利要先离场 那在礼拜五 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 外资的期货出现了 近多单的极端值 它在6.3万口 那所以这个极端值一旦出现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短线上都要酝酿出一个反转的一个讯号 所以刚好搭配礼拜五的美国股市走跌 今天的台北股市应该就是顺势开低 那只是说今天的台北股市要收多低而已 那当然在现在目前美股的盘后盘开出来 大概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还算可以 但是后面还是要看一下说 在今天的中国大欧的影响 中国大欧其实在这一波反弹行情当中 算是领涨全球股市 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那个回补大战 所以基本上这个礼拜 其实不要谈回补了啦 这礼拜基本上要看它 到底在这个止捷信号能够到哪里 对不对 没错 我想其实在这个回补的行情的部分 大家还不用那么紧张 虽然说有这个回补行情 但都是陆陆续续回补 那这个就是变成是个别股的一个筹码站 所以2330的台积电 它也是在这个融券回补的 高卷之笔的一个名单当中 那你看到它上个礼拜五的表现 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同样的手前波低点 就跟废半指数是同样的一个位置点 那么它在这一波 其实是落后废半指数去做补涨 那么补涨完之后 那就变成是台北股市的一个关键 因为弱势股补涨完之后 它只要一旦正式的结束 对台北股市来说本来压力就很大 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看在盘中的影响应该是 还是会蛮大 应该大概有百点左右的一个跌幅 但是能不能够开低走高 就看一下新台币外资的态度 另外就是入股的一个表现 会是盘中的关键 其实不止外资态度 其实政府态度很重要 现在今天早上还说了 国安基金它说它还要再扩大 也就是说政府的力道还会再加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不管是国际间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点 就是说在国安基金部分来说 现在立委还说要很扩大到 赵元这样的一个水平规模 那在台股基金部分来说 现在也建议中长线的布局 所以说你从这个消息面来做观察的话 台北股市基本上它走跌 似乎是回荡也不会太深 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政府有意在那边做护盘 那当然国安基金我们希望是备而不用 当国安基金真的动用了那一刻 其实就是台北股市比较不好的时候 那所以这个钱不是越多越好 用在刀口上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其实国安基金它只能够表示说 现在目前政府的态度是比较挺台股的 那所以其实在相关的台北股市的基金当中 有一些中长性的布局 但我个人持比较中性保留的态度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科技产业在今年的表现 应该会压力蛮大的 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 我们再把整个今年台北股市的一个科技架构 来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共同的讨论 让大家知道今年的科技类股 其实只有个别股行情 那整体的产业发展 我想是相对比较难一点点